经经所云行即净行 是大菩萨入无与涅槃之行 是法界大灭度法 非止二圣之即净行也 这一下子就把净土法门的地位 给指出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所修的 不是普通的极净行 因为这个极净行超过了声闻原觉 声闻中做到了清静 但是还没有达到平等 也没有达到觉悟 到了菩萨他们平等 到了佛就大仇大物 越往上面去 所居住的环境越发的殊胜 我们升到极乐国土 就不再是阿雷也的 这一个相分这个身体了 现在我们目前用这个身体 是阿雷也的相分里面的一分 那我们所想的呢 是阿雷也的见分里面的一分 可是到达基督世界呢 我们就再也不用阿雷也 当然也不用第六识 第七识 已经真正做到了 转八十乘四字 到了那边呢 很多事情就跟这边呢 完全不一样了 那种受用 要讲 讲上无量节都说不尽 因为那种感受啊 太殊胜 太多 太广大 现在我们 纵然还没有得到这种 真实的受用 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遇到这波经 遇到这个注解 遇到这个法门 我们相信 同时呢 照做 就算不能够理解 没关系 你照做就好了 作者作者就怎么样呢 居然就暗和道庙 你就懂了 没有什么 您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呢 许许多多 古大德 你看人家 一开始修啊 知道的东西不多 但是到后来呢 居然能够吟诗作对 居然上台奖金 逃物逃物绝 这样例子太多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开悟 彻悟的 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要修的 就是此题所讲的 极尽心 今天我们所用的方法呢 是读经 听经 念佛 拜佛的方法 底下 远离虚妄 无始云虚 反真云妄 所以这个虚妄 就是指的虚假 那就不是真的 圆绝经约 虚妄 福心 多诸 巧见 不能成就 圆绝 方便 我们一般凡夫用的心呢 都是一个虚妄的心 看看我们自己的心呢 真的我们观察一下自己 就像一般人所讲的 心浮 气躁 定不下来 那这样子 是没有办法 让自己呢 产生智慧的 可是升到极头世界呢 就能够使我们达到 圆绝 什么叫圆绝 它不但绝 而且是圆满的绝物 这个圆满的绝物 就是中文所说的 大车大物 兵心见心 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做不到圆绝呢 因为我们又用错了心 那个做到圆绝的人 他会用心 他用的是什么心呢 他用的是真心 真心是极尽不动的 等到哪一天 我们的心也不动了 自自然然呢 你也达到圆绝 其实我们的心 本来是什么样子 或者大家是不是说了五句话 里面有句话说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这个本无动摇 就是我们这部经上 所讲的 自信本定 见到自信本定 也要八地以上的菩萨 才能够见到圆绝 而我们到达 基督世界 居然就是八地菩萨 当然您在那个时候呢 也能够见到圆绝 有《涅槃经》 第三十八卷讲 一切恶事 一切恶事虚妄为本 这也是提醒我们 所有不善的事情 都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虚妄而来的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 原来修的就是 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从今天起 我们对待所有人事物 都要尽量用真心 有人听到这里 他就有点不太乐意了 他不敢 为什么 他就想 大家都在用妄心 都在用虚情假意 我用真心对待他 那我不就很容易 吃亏上当了 您要细细地思考一下 他们这些人 用虚情假意 用妄心对待我们 他的果报以后是什么 说得好听一点 继续搞六道轮回 说得准确一点 将来躲三土恶道 您愿不愿意 当然不愿意咯 那我们现在用真心 看起来好像有时候 会吃一点亏 上一点当 那也算是吧 您吃亏 能够吃多少年 您在这个地球上 大胜住多久 八万四千年 想也不可能嘛 是不是 既然活不了那么久 那就不应该这样去做 就算能够活那么久 也不应该那样做 是不是 我们还是要用真心 用真心怎么样呢 能够让我们将来 得到的是无量寿 无量光 所以用虚心假意的人 那个吃亏 那就吃大了 他受那个苦难 那不晓得要多长时间 那个抱才能够抱得尽 而我们用真心呢 将来享福 所得到的受用 无量节都讲不完 所以 孰是孰非 我们一定要把它 看得清清楚楚 比较之后 我们才知道 原来还是用真心好 我们也要做出了 第一次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